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的頻道 喜歡的話可以免費訂閱、分享、留言、支持 甚至加入成為會員 今天就再講努力士的下集 關於2023年的新款 最後我會決定買甚麼標 還有說少少Dilta 在2023年做甚麼 也講一下Dilta的位置是想怎樣 還有根據努力士出的這些標就分析一下未來手錶的 尺寸或者趨勢 也是努力士自己想怎樣的一些東西 上一集關於出了甚麼標都講了很多 今天就不是主要討論標款 是討論 整件事或者自己怎麼看 也會講一下自己會買甚麼標 其實努力士當然很多人會插他 說今年甚麼東西那麼古靈精怪 或者標什麼 做了一些東西那麼大膽 我覺得做人要公平一點點 我自己 早幾年都不斷插路歷史 因為很悶 那些東西放下去都是這樣 轉轉顏色就算數 但今年無論你 喜歡他也好 不喜歡他也好 他的確做了很多東西 這些東西當然你可以喜歡 可以不喜歡 但有一件事我是喜歡的 就是我喜歡他 已經作出一些改變 而大家也要明白他不是今年作出改變 很多朋友說今年突然之間這樣 其實一隻標的R&D不會今年 整隻標出來 怎樣都是 部署了幾年 再開模具也好 設計也好 顏色也好 再製作品 其實起碼都兩三年 當然有些會長一點的 如果設計一個重新的機芯 可能很久的時間 有些品牌講到自己五年 六年七年才製作機芯 當然 簡單的機芯就不會這樣 但你見到他重新的標殼出的 那些什麼Titanium的Yamasa 42 重新設計標殼 關於某些Daytona背頭等等 那些OP面 彩虹波波面等等 以及1908系列 那隻是新機芯 整隻新標 其實這些不會是去年設計 是今年拿出來的 一定是一段時間 因此努力士已經看準了 他要作出改變 不過今天你才看到成果 這是一個事實陳述來的 至於喜不喜歡他最後的東西出到來 當然大家自己可以有自己品味 不過 的確是surprise了大家 因為他事實上出了很多新東西 他 你都不可以說他出的新東西 都不是很新的 都不是很特別的 都是 改了一點 他已經改了很多 因為 如果有看球的朋友 大家可能知道20年前 有個超級巨星 防守中場 馬基里尼 他是不會走去前面 軟射或者入球 他是防守中場 如果你見到他最近有進步 連續兩場有入球舉例 已經很瘋了 當然 你跟其他人比 林伯特 謝拉達當然不瘋了 他們長期都 中場蓋上來入球 但馬基里尼連續兩場入球很瘋了 努力士已經很狀態 包括Dae Day 弄得也不是一隻錶 不是用來看時間工具錶那麼簡單 就是 換味那麼重 這些錶你以為是改錶 以前是不是 誰改出來 現在是真的 而且玩法郎面 很特別 陸力士不會搞 背後說過 Cherlini Prince以前有的 但他現在把Daytona去搞 搞得好像 某些歐洲錶廠或者 日本人很喜歡改錶 搞得好像改錶那些錶 都很突破性 1908也是全新的錶 未來他看到 都會有一些突破的東西 就是努力士很多時候你覺得他不會吃那個市場的東西 他都會開始吃 很醒目的 因為 疫情開放後事實上 奢侈品也好 很多商品的貿易 那邊那個餅其實 是醒目的 而且 合時 其實是醒目的 你作為一間商業 機構運作 如果他對於努力士 未來一段時間的revenue 我很樂觀 做生意有錢賺就是成功 這件事他是成功的 他都會出一些標示給我們看到他的趨勢 或者他的想法 或者他會不會帶動那些想法 努力士會不會帶動的市場 是會的 但是他的帶動是 後發而先制 他不會先展示一些東西出來 很暫身很特別 很 引領潮流 努力士已經 潮流在這段時間他才會慢慢去跟 到大家看到努力士都跟的時候 就會後發先制帶起潮流 應該這麼說鞏固的潮流 第一他的標示出大一點 這件事 有點逆流而上 因為當 我經常都說大小這些東西 過眼雲煙十年八年又一個循環 當然現在 全世界都在說細標的時間 他好像不是這樣走 他出的標示 Explora 1 36 39 36 40 有些像1520 猜猜 又出回40 大一點 Yardmaster 42 也是這樣 但他繼續鞏固 Titanium Smarina放大了 大家知道 也沒有出一些 例如 Explora 38 他沒有搞這些東西 或者Explora 2 38 或者把Explora 2 42改回到4140 他又沒有這樣搞 也不是說他煲大標 但他好像想扯回一點 不要太細慢慢拉上來 這個想法 努力士好像沒有全力去煲小的標 就算伸出1908 都比想像中大 我認為 你可能會猜他 細標潮流現在確立了他 努力士不是喜歡 鞏固潮流會出36、37 35 不會 大家注意 我經常都說 你10年後如果是2033年 我這個頻道 居然還存在 或者 我本人存不存在也不要緊 這個頻道繼續存在 我會說10年後 又是會掃那些 35、36、37、38的標 又說不流行 又會流行那些42、43 即是他要賺錢 因此努力士好像比較快想走這一步 又或者想比較 停下來 我不想再細了 我想鞏固 慢慢煲上去 他有 私潮 雖然有些朋友說不是 他 雖然有些小手錶 雖然有些小手錶 我亦都想 階段的那些東西 我經常說 幾集很建議大家看 那些什麼Hitrolot 什麼Actionot那些 那樣子很奇怪 不知道自己想怎樣又賣不到的那個年代 也沒有搭豬頭骨的年代 不是說你現在去買一隻努力士 買兩隻雕駝先 以前努力士有折的那個年代 除了某些黑白地有機會沒有 之外基本上 很輕易會買得到的那個年代 就是輕易到 為什麼會有綠綠在這裡 輕易到當年這些綠綠 是輕易買得到的 現在欠了10萬元的價錢 沒有10萬的 八萬左右 貴了八萬左右 那個年代的雕駝因為不同 他是需要銷路 自己要買得到 因此他有一段時間在大概2010年左右 突然之間有一堆東西都碰到了 包括 他那堆花貓 藍貓 計時 和人所共之的貴貝 救了他一命的 伏克 但是他的貴貓已經貴到是瘋了 在這十年八年裏面 貴到真的瘋了 由紅色圈 挺好 挺有英國的感覺 這種紅色又叫雕駝 很棒 黑色 藍色 青銅 金銀銅鐵石 金屬都想用 不同的大小 不同的小小執位 顏色等等 玩到意味就玩 復古 之中的復古 釘帶 現在是豬帶 又有貴貝 又有GMT 又有KONO 又跟桂嶺交換基深 又有B01下去 由普通的Bad Bay 當成潛水錶 又有KONO 又GMT 基本上他Bad 甚麼都Bad 今年繼續這樣玩 出世的Bad Bay 玩過物料 玩過功能 玩過顏色 玩過面 再玩大小 下一層也不知道他能玩到甚麼 不過其實已經不要緊 我也很久沒有再 想有衝動去買他的 新款 或者他 留意他的新款 因為 現在帝陀整個brand在整個 市場上 或者玩家也好用家上 他已經是一枝 我形容他是一枝吞拿魚的豉油 即是一枝Toro 的豉油 Toro變成Toro 不過是豉油 甚麼意思 你買 Toro 勞力時的時間 你要買他 的豉油 就是Toro 他是一個配搭的豬頭骨 令到大家對他那個熱刺期待的 期望值很低 現在好像是人 你去買一隻撈牌 就會自然搭兩隻Toro 然後那兩隻Toro會怎樣 就隨便賣掉了他 放他那些二手錶譜 水貨譜等等 看到大量新標 湧現 為甚麼 因為那些人買了黑地 搭了兩三隻 1926 這些標 你買一些很貴的 可能有機會 搭一隻Bad Bay給你 已經變了不同種類的豬頭骨 不同種類的豬頭骨 是用來點一吞拿魚的 本身對豬油沒甚麼期望 很多朋友已經很厭惡了 我經常排努力士 要被人吃豬頭骨 都有一堆 令到朋友 心理上有點嚴惡 而努力士 集團也因為這樣的緣故 雕頭是不是也能賣掉 你會有人排撈 因為有得炒 排到撈 搭豬頭骨 人們都沒所謂 搭完半價 幾折就扔出去 算成本 你覺得有數為 你就做吧 雕頭已經變得可有可無 出不出霸 以前我經常都說 由努力士堆填區 雕頭 執拾一些巴士 不要浪費 環保地使用 環保錶 到努力士實驗室 試一下泰廳鋰銀 左右的 膠帶 試彎力 行不行 現在變了甚麼 現在不再是 堆填區 不再是實驗室 豬頭骨 這個大家也知道 只是搭去賣 只不過是一個在努力士後面食氣流 搭去前賣得到的東西 所以好像不用花心機去做 今年又隨便 面子轉換顏色 尺寸 轉換尺寸 帶子 轉換 帶子去 未來 努力士只要繼續賣 都是這樣 繼續做這些事 有沒有失望 其實我兩三年前已經沒有期望 我猜到他會繼續會這樣 因此沒有期望也沒有失望 反而努力士是真的 OK 再幫他平反 亦都說說 我會買甚麼錶 OP這隻氣球錶 當然百分之九十多人都會踩 很奇怪 很怪 很噁心 搞甚麼羅律士那麼卡式的東西 我再說一遍 你一定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這隻錶 這隻錶我會買 而且我會買齊 三個尺寸 大中小 我形容他為 我會買齊 因為一隻我老婆 一隻我女兒 一隻我自己 他是一個Family Watch 是一個給你一家大小 擁有的東西 你不能夠說一個一家大小擁有的東西 是很幼稚 或者一個童裝 是很幼稚 阿媽利也出童裝 D&G LV出童裝 你不能夠說LV童裝 什麼小朋友 他是童裝 這隻錶 我認為 雖然好像沒有人敢說 他是一個家庭可以擁有的 因為你不會有三個尺寸的 Sumerina或者Daytona給你 去做這件家庭擁有的事 他就放在OP 既然家庭擁有的事 做到女生 男生 小朋友都可以接受 這個家庭錶 好像一家大小 穿家庭裝 你怎會說人家幼稚或者古怪 絕對沒有問題 你用這樣的角度來看 整件事就適合了 爆章 賴尿 牛軟 整件事就適合了 你千萬不要 又或者你當他臭豆腐 觀感就自然適合了 你要當臭豆腐這樣吃 這樣做出來就是很家庭式 家庭錶這樣看 整件事的角度就好一點 我這樣看 如果成功的話 他可能會繼續推出 家庭套裝 非常好 給多些人有不同的選擇 亦都開拓新的市場 再說多次 現在做生意很難做 尤其 奢侈品 很難做 買最多奢侈品的國家 或者人種 我們偉大的內地同胞 現在的玩法有些不同了 如果你跟大陸朋友做生意 你會知道 以前一直以來靠他撐起市場 是不是 現在要低調 又要外國 錢也不是那麼容易匯出來 不是以前這樣玩 以前的 基本 不要說盧斯萊斯或者 Bendy 基本一個老闆出來 一部 RD A8 加長版 當然一定要 一部S500 很正常 這樣才有基本的 牌頭 現在要低調 免得被人查 或者 你錢怎麼來 或者太張揚 隨便製造一部理想汽車 很多朋友是這樣的 反而開心一點 那些標 我也想說回一集 現在 不帶這些的很多 低調得來 又不低調但沒有人認識 帶名牌的 就是 電子錶 五皮一隻的Hubo電子錶 兩皮一隻Tekholler電子錶 很多是玩這些 那 好像低調一點 其實都幾萬元 手錶也是 很多都帶回一些 有些朋友用理智的形容 可能是這樣 沒有以前那麼浮誇 或者帶一些 便宜一點 也開始懂得玩Mintage 品味好一點 其實 亦都有些外匯管制 或者錢的管制等等 其實整個奢侈品市場 帶得越來越遠 不過有些朋友都喜歡聽聽 如果不說其他話 因此都不怕照說 整個奢侈品市場 靠內地同胞 鼓起的這十幾十年 慢慢會有些改變 所有奢侈品 都已經 很適合 絕大部份商品 貿易的商品 都很適合 over stock得很嚴重 即是你做任何一行 可能都有這個 情況 雖然剛好可能有些會沒有 但是大部份 疫情 後疫情現象就是這樣 勞力試 吃其他市場 吃家庭錶的市場 你喜歡玩改標 吃你改標的市場 我自己做背後 自己做一些 理想改動眼綠色 我有賣了 以前 勞力試 就沒有所謂交代 其實Dilta有的 講過了 但是 勞力試 這幾年 很多朋友會認為 突然之間出了 其實不是突然之間 他想吃馬市場 很簡單 以前Rubber Bee 很多人 自己買一隻撈 不喜歡鋼帶 要整個Rubber Bee 他也自己出賣 吃馬市場 即是他看到有些什麼 他就吃了市場 二手錶他也都已經吃了市場 準備 豬頭骨你可以搭Dilta 亦都可以搭他那些二手錶 他看到你什麼 他就想吃你什麼 你說他成不成功 我覺得很成功 你喜不喜歡他做法 你可以喜歡 可以不喜歡 我有時候都不太喜歡 某些處理方式 但是作為一家 一盤生意運作 他真的很厲害 這件事 讚他 另外 維修中心在這個時候 乘機又炸下營 當然現在很瘋 有些YouTuber的朋友也說了他一些 不好的東西 我再想補充多一點 他現在的電話已經去到有線 剪寬頻以前N年前 都市傳說感好像經常打不通 某些銀行的 打電話去 找個客戶服務員 等十世的 都市傳說 打極了打不通 約極了約不到 勞力士已經變成最難維修的標 這個當然有些朋友會覺得 怎麼會勞力士的機心這麼簡單 我不是說機心 機心當然簡單 而是你很難找到 他官方和你維修 現在任何一個牌子 基本上很多有鋪鐵有成 基本上他的專門店放下就可以了 而我接下來也有一集 我也有一個 部署了很久要說的一集 我自己 特地花了幾個月 去 搞談這件事 補泊維修 的經驗 我特地 他發電郵給我 我試一下 不理會他會打電話給我 叫我拿回錶 原來真的不會 anyway 等了幾個月他真的不會的時候 我唯有去拿回 拿回之後我會詳細說 Swatch集團 報拍維修標裡面的好緣 我自己也是給錢去做 說回勞力士 他比任何的牌子還差 Swatch有一個官方 好像14樓的維修中心 就算比較麻煩 你那些Richmond的 IWC Panawai 或者LV Huber 你去到店鋪 星期一至日都可以 放下就可以了 你住九龍的 你喜歡去海港城 你住港島 地利根德里那裏產 你喜歡IFC 也可以 任君選擇 但是 勞力士現在首先第一 你殺上14樓是不行的 必須預約 而打電話 我等了很久 也是沒有人聽 即使有人聽 打了三天 終於有一個電話有人聽 他約你的時間是一頭半個月之後 你才上去擺下 已經是重重困難 三顧草勞 難過叫諸葛亮出山 已經找他正日標 到時去到又要這樣那樣 又談你這樣那樣 當然 我也不知道他用什麼標準 我懷疑他視乎你 我懷疑 我們經常上去搞他的 經常去打擾武幫襯 他就刁難你多一點 如果行貨有單有成就可能好一點 總之他想對付一些 我覺得 他想對付一些 二手錶的店鋪 和玩二手錶的人 但我在其他牌子 是沒有這個感覺 即我 去江市丹頓 上次做一隻222 明顯是二手錶1980多年 完全沒有問題 服務很好 甚至要做一隻Vintage 去IW做一隻舊的東西 沒有問題 別人不會說這些舊錶 想搞你 就沒有 但我覺得Low是有的 即是個人的意見 我亦都說 他想吃光所有東西 他不是要共贏共享 他要贏了 二手他做了 Dilta 豬頭骨那些他做了 其實豬頭骨這件事也想說多一點 因為其實以前你可以 豬頭骨是 交由代理去自己搞豬頭骨 即是甚麼意思 譬如我是一個代理商 我是乜方 我乜方的時候 當我 入了勞力士 我的勞力士是可以幫我 有機會帶走某些 其他死的牌子 不用經常跳樓跳出去 譬如你買六圓六面 我舉例 我有一隻浪琴的死貨 我可以銷售別人 不如你買這隻 你想訂這個表 我可以給你 下個月 浪琴也挺棒 不如你吃掉 我的代理可以清掉自己的貨 現在不用了 麻煩你幫我先弄一些雕駝 雕駝這裡有300隻 等你幫我清 他自己有配搭 令到別人更難做生意 而手錶也是這樣 令到你更難做生意 整標也是這樣 以前都被零件出去 被人整 努力士 是會 派零件給那些 自己幫他整標 當然很樂力士 現在當然也不會 你動過底蓋 他也不想 承認保養 即是整標他要吃光 新標他要吃 二手標他要吃 豬頭骨他要吃 而新標 今集所說 背頭類似改標他要吃 家庭式的碗標他要吃 新物料所謂泰典雲 要吃 膠帶Rubber B他一早已經吃了 他是要 完全贏了 統一天下的感覺 這就是他的做法 而他在話語權裏面 他今次的尺寸 又不再做那麼小 做一個大一點的 Explorer 看看大家有什麼反應 他連話語權也要吃 基本上努力士就想變成 King of the world 我認為他集團的 是超強的 很多人說他也是一個慈善的基金 基金也會賺錢 基金也有基金佬 非牟利 說而已 美國政府可以說他自己是一個非牟利的組織 他為人民服務 但他可能是世界上最aggressive的政府都行 所以 整件事沒有關係 最後 我打算下集其實都沒有什麼說 上集都說了 都要說半個鐘 因為真的多口水 會買什麼標 OP 我會買了三隻 家庭式 家庭式 你當他家庭標 家庭套裝 這樣看 整件事 觀感就會很 合格 買了這三隻 一家人 擁有的 GMT 金 會買 金鋼也會買 那麼 可能金鋼是家人 其中一個會喜歡 我自己會帶 全金一隻 Skydriller會買六面 那隻標 降那隻 會有炒價都不理會 都會買 因為真的喜歡 至於Dayday其實我也想買 但是 我剛剛覺得這些寶石面 是的 是正的 現在他也出了 因為知道 亦都是這樣說 吃了Vintage 他看到現在的Stella面 雞血石 木紋面以前是很便宜的 或者青金石 或者黑馬佬 沒有什麼人 追的東西 都炒得那麼貴 他現在其實出了很久了 以前出的 石英鐵礦面 綠叢石其實出了很久了 現在又弄了不同的 珊瑚 他現在就玩這些 又要吃掉你的市場 傳說明 他不是要共享 他要贏 我也想買 但我總是覺得這些標 是漂亮 亦都新標 舊標亦都不算很遠 隨時炒得很貴 但我覺得舊的那些 例如1038 103 甚至1238 那些的 是有味道一點 因此 我新的DD 未必會去買 會買的 是Skyjala GMT OP 至於一定不會買 不論多少錢也不會買 難道20000元不買嗎 但真的完全沒有興趣 Dilta 新款這些完全沒有興趣 Explorer40完全沒有興趣 完全不知道他想怎樣 YM那種想看看實物線 但亦都興趣不大 Titan的標 42的樣子 100米防水 亦都興趣不大 1908有興趣 這隻會賣 但會遲些賣 等價錢 沒有那麼變態 這個價格不值 每人用 接近17-18萬 如果他居然出來的時候 還有炒價買一隻 這樣的農曆士Jazz Watch 是神經病的 當然你很喜歡 你錢不是關心可以買 我亦都不想得罪有些朋友 他絕對會這樣做 我意思是 作為我們 或者不要我們 作為我 要計算數的 買標 要計算數的朋友 就不會買這隻 Dilta就全部都不會買 我寧願買舊的 有趣的Dilta 或者他已經二手 很便宜 很古怪 例如某些青銅 某些顏色的Black Bay 原來我未有的 或者未玩過的 想試試玩一下 二手現在很便宜 買一段時間 玩了又放玩吹 那個玩法就可以考慮 新標 暫時沒有什麼興趣 對於Dilta 今天這一集就講 努力士集團 的新標 亦有些看法 對於他 想怎樣 的一些評價 接下來就是600集 我都想想 那一集拍什麼特別的東西 多謝大家支持了那麼久 有大家支持 才會 眨眼 拍到600集 如果我每集都是 只有一百幾十人看 我未必 有心思 多謝大家支持 已經去到600集 我最少希望這個頻道 可以做到1000集以上 希望大家有什麼想找回 說過這個款式 那個款式 奇形怪狀 都可以在這裡找回 今天跟大家講 努力士集團 2023年 身邊的看法 多謝各位